哎 大家好啊 大龙现在河南省洛阳市 国家5A级旅游景区老军山 大龙准备这次步行登山了啊 我们坐锁道上来呢 只知道这个半山腰的距离 还有个锁道 这个锁道80万元大龙就不想花了 咱们就尝试一下步行登山 正好今天呢还挺凉爽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登到哪啊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那两个店没有 哎呦 准备去上那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这是我下锁道的地方 叫中陵锁道 这边是上锁道 就是你可以选择坐锁道上去 咱们这回选择登 这就是上山步道看到了吗 很向往是不是 好咱们上 上山步道 总是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是不是 看那边 这个上山步道的台阶还行 不是特别的累啊 大家来玩的时候啊 不用买拐杖 就这么 一点一点走就行 慢慢的别着急 不过大家注意蚊虫 全是树啊 小心一些虫子什么之类 好咱们继续往前走 爬到一半看 这是个天然形成的 叫蛇神洞 哎呦 看 这奇怪 咱继续往前走 到处都有这个 蟒蛇观赏区 都是真吓人啊 猛蛇 在包在那 啊 这是老俊山太狠了 看这个景区找得吓人 啊 全家帽子 哎呦 我的天 被小孩吓坏了啊 这是一个衣山 把山掏空的一个 隧道 我们过了这个隧道啊 就快到这个 就是金铁盗灌区 我现在走了一个 多小时的距离 大概到了这个 老俊山的这个金顶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就是我现在在的位置啊 叫南天门 南天门 这是老俊山的最高处了啊 然后是这个整个这个 叫做金顶盗灌 盗灌群 这个 南游武当 北游老俊 南游武当金顶 北游老俊贴顶 老俊山呢 也是这个咱们 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给命名的 以前呢不叫这个名 然后《史记》当中记载啊 太上老俊在此修炼 好 咱们上去看看 刚一上来啊 中楼 五楼 老俊山呢 两千多年历史了 上面都是明清的建筑 访明清的建筑啊 我们看这老俊庙 公方的就是太上老俊 香火非常棒啊 这老俊庙 很多人慕名而来 咱们往后去啊 看 这是老俊庙后边这个 如意 大如意 大不大 啊 大如意 摸摸龙头 大龙摸龙头 这不是文物啊 这道德府啊 人名是老子楼 里边供奉的是红军老祖 还有玉清原始天尊 丧清灵宝天尊 给大家看一看啊 感受一下 红军老祖看到了吧 丧清淵宝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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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白两千多米 下面是金电 漂亮吧 走过去看看 哎呦 哇 金电 这就是老君山的金顶嘛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悬崖上啊 看不看到 哇 哇 哇 天哪 金币辉煌 到了这个金电啊 金电也叫做 五米金电 对面还有两个 那是玉黄店 看 一会咱们过去啊 看看这个店 哎呦 360平米啊 他就在悬崖上 悬崖上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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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母金电 天母 地母 人母 呃 无极母 和西王母 五母金电 看对面 看到了吗 哎呦 那就是最高处 2200多米 哎呦 天 一览中三角的感觉 是不是 前面是道德府 就是刚才咱们去的那种 供奉的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 红军老祖 三清啊 看那两个 这样啊 你不找吗 难道 啊这边正在建设 看 还没修好 嗯 嗯 嗯 史记当中记载老子 最后一个 骑青牛 离开那个地方之后 来的这个修炼这个山 就是这座山 老军山 这样呢整个老军山呢 咱们就逛完了啊 我身后啊就是金殿 就是刚才大龙区那个金殿 呃 这边有一个叫做 呃 亮宝台 看不看到亮宝台 啊 这个是呃 道德经 啊 做的啊 这都是后建的啊 在上面没有古建筑 没有古建筑 嗯 嗯 然后呢那边还有一个 呃 叫做玉皇顶 都是海拔两千多米 嗯 大家如果来玩的时候走的话 会很累 我建议大家尽量做所到吧 因为大龙爬的山呢 特别多了 如意 这边是玉皇顶 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玉皇顶 嗯两个顶那边是金殿 啊 这样的话整个视频呢 咱们就拍摄完毕了 老军山 行那这样 那咱们就下一个景区见 拜拜